基隆市一年一度的议师国中小英语学艺竞赛 本次比赛共分为国中组和国小组两大项目 各项目都有不同的比赛类型和题目 国际市值会第一位为了地方学童的英语能力的提升 然后市值会是一个国际社团 所以对英语非常重视 那这也是符合人道主义的一个社区服务要求 那本次活动呢 特别申请LCF就是国际 市值会国际基金会 它的区域及社区影响拨款TCG 来资助办这个活动 那国际市值会都很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可以提升社区小朋友的英语能力 更能这样国际市值会在社区能够扎根 向下扎根 那么举起小朋友长大以后可以加入国际市值会 一起为公益 为公益 为社会服务来做努力 那么让我们的社会更加享和 让参赛者可以展现自己的英语能力和创意 国中组方面 有指定专题演讲组和看图说故事组两种比赛类型 在指定专题演讲组中 展现自己的思考和表达能力 而在看图说故事组中 参赛者则需要根据给出的图片 进行即兴的英语口语叙述 展现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和想象力 国小组方面则有说故事组和朗读组两种比赛类型 在说故事组中 参赛者可以选择字编或改编童话 图画书等故事 根据故事内容进行英语口语演说 展现自己的创意和英语表达能力 而在朗读组中 参赛者需要朗读一篇指定短文 展现自己的英语阅读和朗读能力 这次比赛的主办单位表示 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 可以激发学生们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鼓励他们勇于表现和展现自己 我们跟第一支十位合作 教育处举办这个活动 我由基隆试医治中心来协办这个活动 目的是让我们基隆试的孩子 有更多用英文表现的机会 那今年我们很特别 我们把国中分为两组 除了专题演说之外 还有一个是说图 那国中说图其实也是蛮挑战的 它是等于是说四张的图 那国小我们也是一样 就是朗读跟说故事 那朗读今年报名的人很多 那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老师 越来越鼓励我们的小朋友 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能够增加他们的口说的能力 那说故事更是精彩 刚刚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朋友 非常认真的运用道具 运用口说 然后用流畅的英文 去说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那这都是小朋友很棒的舞台 也借由这样子的比赛 可以增加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指导我们小朋友的能力 跟小朋友的彼此的表达能力 参赛者们也表示 这次比赛是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 我今天来到这里有点紧张 我是第一次参加 我觉得小朋友有机会来参加这种比赛 很有意义 然后也很感谢学校 还有师指会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我得到这个奖我也很意外 希望下次可以继续参加 好看到ICRT有一篇故事 是在介绍蜜蜂 所以我就上YouTube去找The Angry Bee 后来就其实在 在选故事之前一直不知道选什么 然后就很意外的就选到了这一篇 刚好在五年级 我刚好就挑到婷语 她可以把Name Rain 这样子的发音念得非常好 所以就选定她了 那今天她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绩 我真的到现在还在发抖中 我非常的意外 她们将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为自己的学校和家人争光 好 再来一个爱心的 爱心的爱心 好 How to clean down 蜃莽 advertis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